亮哥 拉法被攻下的概率 不會徹底解決哈馬斯的問題 反而是沙特以色列的談判 或者是哈馬斯跟 沙馬斯與法塔赫的談判 更能夠成為長期解決方案 那麼那台亞會有耐心 等著看這兩個談判的結果嗎 以色列的目標叫做消滅哈馬斯 對 應該不會有耐心 我坦白講他 他肚子裡面真正的方案就是 長期軍事管制 軍事佔領 他根本沒有要撤軍 他就看你國際壓力有多大 我再撤吧 不然我認為他就是要造成一種 生存的困境 讓巴勒斯坦人漸漸離開這裡 搞不好講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不人道的一個戰爭目標 比如說我隨便講 你看看以色列去打任何地方都先炸醫院 他為什麼要炸醫院 除了他說哈馬斯躲在裡面 哈馬斯當然躲在所有的大的建物裡面 這還要質疑嗎 可是重點是他為什麼要炸醫院 因為他要讓你受傷的人沒有地方醫治 那你就會死掉 現在受傷的人事上就是七萬五千人 那死亡的是三萬四千人 那另外還有一個 因為營養不良啊 幾乎是半饑荒啊 那營養不良你就容易生病啊 那你沒有醫院你就會病死啊 所以我坦白講他就是要製造一種 人間生存的困境讓你說 你就趕快離開吧 他事實上就是要把袈裟據為己有嘛 可是這完全違反國際法嘛 美國也知道不能支持啊 這支持下去還得了啊 他就是看國際之間的矛盾 對 看他能撐多久 他就撐多久 然後能夠減少多少巴勒斯坦人口 就減少多少 然後控制越多 所以我倒不是說他是種族清洗 可是絕對是種族清空啊 他盡量讓你減少 讓你離開這樣 SpaceWolf 謝謝你每個禮拜都有 幫我們斗內跟提問 他說對於菲律賓中島跟最近南海的摩擦 有呼聲黃岩島該動工了 加上科考船在美濟礁黃岩島的周邊 幽晃兩個怎麼看 我猜測員就是這個立場啊 猜測員說 中國道路要威嚇菲律賓最快的 就是在黃岩島蓋一個飛彈基地 因為他就在馬里拉灣的直接的正外面 大概距離只有100公里 那你就是對著美國幹嘛 所以我們猜測員真的很像俄羅斯啊 哈哈哈哈 這個都會做嗎 我認為大陸不會直接走到這一步啦 因為大陸還是會在乎 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看法 所以大家考慮得比較周延啊 很多人都已經有好過 回來 我們看到 有這一步 想說 這些你 能夠 你 是 走 你